生命好像 一片汪汪的洋海 当你在始终争扰 你所看到的只是海水和巨浪 巨浪梵腾 是你魂心丧枝 无力不是你 是去方向 为当此爱的天赋 把你带到高处 你从上面看下来 你才看到虚拱身所定不到路 没有人能毁坏 他将有这一件心事 愿超过你心所测度 啊你要更强壮大 不要害怕和惊慌 神的阿弥医 耶和华要引导你 走祂所指定的道路 来完成祂的使命 我一生愿要去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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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好香 生命好香 一片弯弯的阳海 当你在水中挣扎 你所看到的只是好水和巨浪 巨浪 巨浪 是你灰心丧痴 我一生愿要去的灵 我一生愿要来 有先钵 一生愿要去的灵 是你灵得离来去的灵 他将要做一件心事 愿超过女士所赐度 阿民有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和惊慌 神的仆人也很欢迎到你 走他所指定的道路 来完成他的使命 用一生药药居的命 来完成他的使命 用一生药药居的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主 借着这样的一首诗歌 再次提醒我们 是的 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就如同一片汪汪 带大海洋 有的时候我们在水中挣扎 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海水和巨浪 巨浪的翻腾 使我们灰心丧志 乌云密布 使我们失去方向 但是谢谢主 那就是在 似乎人看为绝望的当中 但愿你就把我们带到那更高之处 让我们能够 使得住 从上面看下来 且看到 使得住 那就是在水中 主啊 你也与我们同在 你也为我们定下了道路来 因此让我们刚强 不害怕 不惊慌 深信天父上帝 你会引领 带领我们的道路 也求主 你帮助我们 能够用我们的一生 来完成 你给我们的托付 用我们的一生 来荣耀主的名 谢谢天父 天父我们也谢谢你 给我们这两三天的时间 无论是我们儿童 青少 英文部 中文部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有休息 有彼此的连结 一起在你面前的敬拜和学习 主啊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上山是为了要下山 主啊 我们听到 是为了要行道 因此帮助我们 主啊 回到我们自己生活的岗位 天父上帝 能够把我们这几天 在你面前的领受 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岗位中 不论是在家庭 是在学校 是在工作 但愿主 我们能够把这两三天 一起的领受 带回到我们自己 的生活圈子当中 主啊 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器皿 虽然这一个器皿 似乎看起来 是软弱的 但是我们却知道 那莫大的能力 是出自于你 因此 求主自己带领 也恭敬的 主啊 把以下的时间 仰望在 天父的手中 主啊 我们打开你的话 我们也求主 你打开我们的信 向我们每一个人 说话 垂听祷告 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弟兄姐妹们 祝你平安 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我跟师母 有这两三天的时间 跟两间教会 在一起 有这美好的机会 也谢谢 两间教会的同工 我知道要跨教会来 安排这样的一个退休会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好像我们还没有机会 特别表示我们对筹备的同工 表示我们的感谢 当然我们不要剥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 但是我想还是我们有机会 特别谢谢同工们辛苦的摆上 相当的不容易 好不好 我们 我就不请同工站起来 他们这样还是能够有天上的赏赐了 因为我们还不一定知道他们都是谁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是谁 我想在这边 特别谢谢 特别谢谢你们 也请大家 若是神把他放在心上的话 也特别为我们祷告 明天就会回到台湾 回到华神 华神在前面的道路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或许容许我在这边很快地提 若是在祷告中能够与我们一起同工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在刚刚过去的六月 我们宣布了我们会开始一个神 神学博士的一个学位 一个神博的一个学位 其实华神已经多年有神朔的学位 但是在这几年的当中 我们也发现在普世的华人教会 特别在神学院或者神学教育的 这一个领域的里面 其实一直都非常非常的 一方面缺乏师资 同时我们也觉得 逐渐华人的教会 华人的神学教育 也在成熟的一个过程当中 过去我们的师资 大概都是送到海外 无论是到北美也好 是到欧洲 是在英国等等 这几年 多年 其实神学教育 师资的培育 都是西方教会所在主导的 我们也感激西方的教会 我想无论是宣教士也好 神学教育 的确我想西方的教会 不断的是在带领着 这样的一个领域 但是我们也发现逐渐 无论是华人教会 或者亚洲的教会 非洲的教会 拉丁美洲的教会 成熟了起来 我们更多也需要参与在 这一个神学的一个对话的里头 也可以特别从一个亚洲的一个角度 或者甚至一个华人的角度 有所贡献 我们就特别觉得 在这个师资的培育上面 我们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单单在台湾好多好多的神学院 都一直叫苦 没有师资 无论是在新约也好 是在旧约也好 是在系统神学 或者教会历史 我想这几个领域非常的重要 而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 神博的一个课程 我们希望能够神容许 我们就能够训练出一批新的华人的神学家 能够从华人的角度 来做一些神学的一些的反思 以及贡献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常常跟同工们说 从宣教学的角度 其实我们有四个字 不是三字 是四字 前面的三字 其实是中国的那三字 我也顺便在这边提 他们的三字 是借我们宣教领域拿去用的 好像也没有先得到我们的许可 总而言之 我想我们知道 中国官方的教会叫三字教会 自立 自养 自传 self-governing self-supporting self-propagating 三字 自立 自养 自传 这个其实不是50年代 中共想出来的一个口号 或者一个想法 其实这三字是在神学 或者在宣教学里面 我们在十九世纪就非常看重 当宣教师去到异地的时候 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建立的教会 是一个本土的一个教会 一个indigenous church 一个indigenous church 我们希望本土的教会 从它的外观 到它的整个一个运作 不像一个西方人的一个教会 乃是像一个本土的教会 像一个华人的教会 所以这种本土处境化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用那三个字 来做一个标准 自立 自养 自传 这个才是一个本土教会 一个indigenous church 很重要的一个定义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这三字还不够 需要有第四字 这第四字是什么呢 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自省 反省的省 英文我们是用self-theologizing self-theologizing 能够从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自己的民族来做一些 信仰的一些的探索 以及贡献 因为其实在华人的文化里面 仍然有好多的议题 其实西方的教会 西方神学教育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 充分地来做一些的回应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相信其实也是我们华人教会 华人社会一直所面对到的一个挑战 就是祭祖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能够纪念我们的祖先 而不把祖先拿来当拜拜的一个对象 这一直到今天 其实仍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单单在台湾的客家人 若是你熟悉的话 客家人信主的比例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 少于百分之一 少于百分之一 其实台湾自己本身基督徒的比例 有的人是百分之十 我想应该是稍偏高了一点 但是咱们就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 台湾基督徒的比例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客家人的当中 这个比例是直线下降 直线下降 低于百分之一的客家人 而我可以告诉大家 最大最大的拦阻 就是祭祖的问题 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是祭祖 还是我们是敬祖 我们是用拜拜的方式 来祭祖 还是我们可以尊荣他们 我们可以纪念他们 像这样的一个议题 西方的教会 完全没有任何的背景 来做一个回应 所以我想像这样的一些的议题 即使非洲也有非洲的一些的议题 包括多期的一种社会 这我想在西方的教会也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种处理 但是这是非洲很多文化里头 他们所面对到的一个挑战 而当一个人信了耶稣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这个多期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一种制度呢 用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想这个自省是很重要的 这个self-theologizing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也因为如此 我们觉得其实在亚洲或者在华人的当中 我们也需要做这个师资培育的工作 使得我们的神学老师他们受的教育 不是那种传统西方神学院的教育 虽然不是说他错 但是他不过只是一种西方的出发点 而我们怎么样在一个亚洲 一个华人的一个范围 我们能够有更深入的一些的反思 且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反思带到这个国际的神学舞台上面 成为我们华人教会在普世神学教育上面的贡献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神博 神学博士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能够提升我们华人教会 特别在神学师资上面的培育 其实跟这个也有直接关联的 就是有可能你们也可以想象得到 要训练一个人成为一个PhD 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一个老师 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 五年的时间 这是念得顺利的话 五年应该就可以把它念完 但是我们其实也碰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就是孩子教育的问题 因为若是他们去西方的话 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五年 若是他孩子只是一岁或者两岁 他们就到西方国家 到了念完了 攻完了他的博士论文 回到台湾或者回到亚洲 不同的地方 孩子那个时候有可能已经进入到 小一或者小二 一年级或者二年级 基本还是跟得上 应该是跟得上 但是若是你的孩子 在你离开台湾 做例子的话 你的孩子已经是五岁六岁 已经开始小学 那我想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过了五年 基本他是完全 接不回去台湾的教育制度 这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困难 他没有办法读当地的学校 唯一的选择就是国际学校 但是国际学校也不见得让你去读 若是你没有外国护照的话 有国际的学校 或者有双语的学校 但是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我想对一个 哪就是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人而言 这个费用 教育 孩子的教育的费用 基本是大概付不起的一个费用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是一个危机在这个地方 而若是能够留在台湾 或者留在一个讲华文的一个环境的里面 基本孩子的教育我们都不担心 我们不担心 回到学校的里面 他能够接轨 何况离开亚洲 虽然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地球村 但是不可否认 离开了亚洲 来到了美国 我们就跟亚洲的教会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脱节 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关心的 对不起讲了好多 但是就是请大家为我们祷告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神带领华神进入到的一个新的领域 另外一个很快 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去提升 华人神学院的宣教教育 以及宣教师的装备 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也有一个宣硕的课程 宣教硕士学位的一个课程 我个人觉得华神 神真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负担 也带领着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种 培育未来我们华人教会的宣教师 三年的program 三年的program 头一年跟第三年 是在华神上课 但是中间那一年呢 我们特别高兴 就是这一些人 这一些学生 他们能够到宣教的工厂上面 他们能够实际地在那边 进入到一个跨文化的一个领域的里面 来学习怎么样在一个 异文化的一个环境里面来生活 很大的一个适应 以及一个挑战 我记得前年 正好是COVID 是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群学生 在尼泊尔 在加德满都 我跟师母有机会特别去看望他们 记得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联络 说戴莫斯院长 是不是我们这里的学习 告一个段落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提早回台湾 趁尼泊尔这个国门还没有关上之前 那我想了一想 的确我们也不要想 两个礼拜应该不错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两个礼拜 尼泊尔的国门关上了 一关就关了快要六个月的时间 我心里面其实原本很挫折 也很担心 万一他们在那边 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 后来呢 我想其实 这种经验是钱买不到的一个经验 对不对 哪有人会写出这样的一种剧本来呢 这是上帝在大海中 给我们命定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Welcome to cross-cultural missions 常常就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随时都要随机应变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 物色到的一个环境的里面 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来靠主 何况他们是住在尼泊尔的家里面 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够为主来做检证 在许多人因着疫情心里面担忧的时候 哎呀 神的平安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去 那当然也感谢主的怜悯 这七个学生后来都没有什么事情 他们也就六月平安地回到了台湾 我也跟他们说 哇 你们这种学习的这个机会真的是难得 这个课一辈子跟儿子跟孙子讲 当年我是怎么被困在尼泊尔的 这个是可以好好讲故事的 所以我们也请大家特别为我们祷告 我们希望尤其在这两方面 神能够继续地带领 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 无所阻碍 无所阻碍 Unhindered 其实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 你会知道其实这一个词 或者英文unhindered 这一个字是整个使徒行传 最末了一节 最末了的一个词 或者一个字 当然我们合合本的圣经 把它翻成 并无没有人阻止 我想这个翻译也是对的 但是我就稍微改了一下 无所阻碍 Unhindered 这是路加写使徒行传 最末了一节 最后的一个词 或者一个字 当然我们昨天早晨 已经略略地有机会 从使徒行传第十章 以及第十一章的上半段 来思想彼得 以及神怎么样拣选彼得 从约帕去到戈利流的家里面 把福音传给戈利流 以及他的一家 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使徒行传 因为我总是觉得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教会应该更多地 从使徒行传里面来学习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 带领着教会 从使徒行传许许多多的记载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教会的蓝图 我们能够看到传福音的策略 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十八章 我想从这二十八章的里面 有太多丰富的功课是今天教会所应当学习的 而若是我们能够更多地效法早期的教会 我也非常地相信 听爱的弟兄姐妹们 就如同早期的教会 在三十年的当中 短短的三十年的当中 其实这个福音就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完全被传开 想一想 其实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使徒行传 大概是在主后的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死后复活之前 你会记得第一章就描述 那四十天耶稣向门徒门显现 他的结束差不多是在保罗去到了罗马 足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刚刚读到了 大概就是在主后的六零或者六一六二年左右的 这一段时间 整整三十年的时间 他的开始 一百二十个人左右 一百二十个人 但是他的结束却是上千上万的 跟随耶稣者 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故事 在三十年的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教会 早期的教会 新约的教会 成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教会 其实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六节 很可惜 那边中文的翻译是 那搅扰天下的也在这里了 这个搅扰应该是比较负面 若是你去看英文或者去看原文的话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 They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翻天覆地 今天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教会 称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教会 今天我们会不会把普世的教会 描述为一个翻天覆地的教会 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确的 可惜的 今天的教会影响似乎好像越来越边缘化 无论是在国家 在社会 在所谓的 pop culture 流行文化的当中 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 影响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因此我觉得我们更多需要回到使徒行传 一起来思想 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 当然你会知道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 描述着福音在耶路撒冷 第八章到第十二章 描述着福音的展开 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到了第十三章 到了第十三章的 十三章的第一节 到第二十一章的第十六十七节 那边描述着安提亚的教会 怎么样拆派 不单单是保罗 以及巴拿巴 后来也拆派了其他的人 前前后后一共有三个宣教的行程 这三个宣教的行程 都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来探讨 来思想 福音怎么样去到魏德之名当中 福音在这些的地方 怎么样展开 甚至到了第十九章的第十节 我那边特别读到了 保罗在以弗所有两年多的时间 而在那两年多的时间 十九章的第十节这样描述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两年的时间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在土耳其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西匿林人 都听见主的道 不得了的一句话 不是吗 两年之内 这个福音在整个土耳其 在整个当时称为是 Asia Minor 亚西亚 这个地方 所有的 无论是犹太人 或者西里尼人 都听见了 主的道 哎呀 但愿我们更多的也 便传福音 Amen 更多的能够看到福音 被传开 从第二十一章 第十七节 一直到尾 我们就读到了保罗 先是在罗马 对不起 先是在耶路撒冷 后来被带到凯撒利亚 然后从第二十七章 我们就读到了保罗的传承 坐船 前往罗马 其实我们若熟悉保罗 特别罗马书 第一章那边也告诉我们 保罗早早就希望能够去到罗马 去看望在那边的信徒们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 保罗都还没有去到罗马 究竟是谁把福音传到 罗马那个地方呢 因为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 这是在他第二个宣教的行程 在哥林多的时候 也是有两年的时间 他就写了罗马书 就寄给在罗马的教会 在罗马的信徒 我们去看罗马书 我们看到那时候 罗马的教会 已经是一个很兴旺活泼的一个教会 保罗写了这么深奥的一封神学书 书信 帮助那里的弟兄和姐妹们 在信仰上面更加的扎根 今天我们受到高等教育 我们都常常罗马书看不懂 想一想当年这些信徒 他们是怎么看得懂 我常常有的时候会很大的挣扎 总而言之 到底是谁把福音传给 带到罗马呢 我想一般的圣经专家告诉我们 应当就是在五旬节 还记不记得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路加列出了将近有 十五十六个不同地方的人 都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 纪念庆祝五旬节 Pentecost 圣灵降临在教会的里面 非常的有可能 就在那个时候 有一些 是的 就是从罗马去到耶路撒冷 去敬拜上帝 去守五旬节的人 就信了耶稣 而这些无名的传道人 就把福音带回到罗马 那一个地方 把福音传开 建立了罗马的教会 《使徒行传》27章 就描述着保罗的 那一个行程 那个传承 以及那个传难 我们今天就不用时间去看 到了第28章 就描述了 保罗抵达了罗马 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到 他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在第三十节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 住了足足两年的时间 凡来见他的 他都 他全都接待 当然那个时候 没有错的话 他是应该被软禁的 他是被软禁的 其实他上面也告诉我们 是的 虽然他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但是其实他也是在捆锁的当中 在第十七节那边 告诉我们 他是在捆锁的当中 在第二十节 他也告诉我们 他对那些宗教的领袖说 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 说话我其实原是为以色列所指望的 被这链子所捆锁 他被软禁 他在捆锁的当中 但是我想了一想 不晓得是谁被捆锁 因为他有兵丁 也在那个地方 所以有可能不是保罗被捆锁 而这些兵丁被捆锁 被强迫听保罗讲道 所以到底是谁被捆锁 不太确定 总而言之 这一段的经文 就描述保罗在这两年当中 所做的工作 我今天早晨就想 从四个角度 跟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分享 总之短短的几节的经文 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我想首先请大家注意 保罗这一个神的器皿 存在一般的器皿 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就是一个领受 伟生使命的一个榜样 一个领受 一个伟生使命的一个榜样 请我们特别注意第28节 第28节说什么呢 保罗在这边回应着 当时这一些犹太人 来听他分享 主耶稣基督的道 他是从早到晚 在第23节那边告诉我们 他是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一些事情 证明神国的道 引用摩西和律法 先知书的事 以耶稣的事来劝勉他们 但是可惜 在他们当中 虽然有一些人是听劝 有一些人是相信 24节告诉我们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不相信的 也因此他们彼此不合 他们就散去了 而在还没有散去之前 保罗就引用了 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今天早晨就不去看 那一段的经文 但是他就引用了 那一段的经文来描述 这一些百姓们 他们的心是怎么样 蒙了油 他们的耳朵是怎么发了尘 他们的眼睛是怎么闭着的 然后注意第28章的第28节 保罗就这样说 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 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平生 我顺便提一下 2828很容易记 28章的第28节 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 被记载讲的最后一句话 2828是保罗 路加记载保罗 描述了很多保罗讲的话 而28章的第28节 是路加记载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被平生 当然很快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 在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一个对比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一直期待着 弥赛亚的来临 但是因为他们心蒙了油 他们的耳朵发沉 他们的眼睛闭着 遗憾的 他们等候的 他们却没有看到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到来 主耶稣基督的到来 主耶稣基督的实价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其实这就是保罗所描述 以色列的盼望 但是 虽然是如此 保罗在这边说 外邦人却必 听守 我好喜欢我们中文的翻译 其实英文的翻译就是 听见 也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中文的翻译 更深刻 因为他们不仅是听 他们还接受 听守 他们不单单是听 他们也接受 若是你有机会回去看 《使徒行传》的话 当然我想我们能够看到 外邦人能够得听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神的救恩能够临到外邦人 其实 一路以来是使徒行传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安提亚的教会 我相信我们很熟悉 特别从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 他们拆派了巴拿巴跟保罗扫罗 去宣教 但是我们其实不是在第十三章 第一次遇见安提亚的教会 我们其实在第十一章 我们就遇见了安提亚的教会 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 那边就告诉我们 有一些人他们来到了安提亚 然后注意在那边的描述 我很快念给大家听 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 这样说 因为那些因着斯提反的事 因着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他们只走到菲尼基和赛卜路斯 就是居比路 并安提亚 然后注意下面的描述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二十节 但内中有赛卜路斯 居比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亚 也向西利尼人传讲 耶稣 在我中文的圣经里面 英文有可能比较难看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中文的圣经 我们仔细读的话 我们会发现 不向 只向 也向 他们不向别人传 只向 犹太人传 是九节 但是二十节 马上我们就看到 安提亚的教会 有一些人来到了那个地方 他们也向 西利尼人传讲 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们 我每一次想到 这两节的时候 我就不瞒大家说 我就想到我们华人教会 我们华人教会 有多少的华人教会 其实我们只不过 单单停留在 第十一章的 第十九节 我们不向别人传 我们只向 犹太人传 或者我们只向 中国人 华人传 多少的教会 华人教会 只是停留在 第十一章的 第十九节 但是 心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认为 这是上帝的心意 乃是上帝的心意 是要我们 是的 十九 十九节是没有错的 二十节说什么呢 他们也 向西利尼人传 意思就是 他们仍然 向犹太人传 但是他们同时 也向西利尼人传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是二选一 而是两个都要 我心中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 华人教会 能够更多的 从 不向 指向 卖向 也向 当然我知道 一个族群的教会 因着 我们是一个 华人的教会 很自然 我们的优先次序 就是 华人 我想这个也是 对的 也是对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总是觉得 一个族群的教会 一个ethnic church 它的 最大的 强处 也常常成为 它 最大的弱点 我们指向 我们自己的同胞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 神把 华人教会 神把我们两间教会 放在一个异地 而在这个异地中 我们 对社会 是什么样的 一种贡献 和互动 我们对社会 周遭的 非华人的影响 是什么 我们的邻居 大部分 应该不是华人 我们的同事 大概一部分 很多也不是华人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学 也大部分 不是华人 而我们对他们的福音 使命 又是什么呢 我们对他们的福音 使命 又是什么呢 再一次请大家 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 我不是否认 族群的教会 ethnic church 只不过我告诉大家 我觉得 ethnic church的强处 也常常成为 他的弱点 但是我觉得 其实是不必要的 怎么说呢 因为一般的 华人教会里面 其实都有 英文的施工 包括我们 两间教会 我们两间教会 若是今天 从教会的角度 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我们的 英文施工 是一个很自然的 一个桥梁 帮助我们华人教会 帮助这个ethnic church 能够从我们这种 比较族群为导向的 这样的一种 mentality 这样的一种心态 能够稍微帮助我们脱离 也让我们能够 伸进这个 把这个福音带进到一个 非讲中文的 一个环境的里面 我想这个英文施工 其实是应该 成为我们关注的 何况 亲爱的弟兄姐妹 除非移民 继续延伸下去 我们也知道 这几年 移民的趋势 也越来越弱了 无论是台湾也好 是中国大陆 东南亚 而人数不断地 在增长的 其实不是OBC 而是ABC 第一代ABC 第二代ABC 第三代ABC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从这个角度 来看我们的英文施工 来成全他们 把资源给他们 他们就成为 我们这一个族群教会 我们这个ethnic church 怎么样能够从 不像 只像 卖像 也像 这个心态 不会自然而然发生 我们要刻意地 来推动这样的 我知道 不容易 有可能两间教会 也不见得会 再请我回来讲道了 但是我想 我就把我心里面的感触 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多英文的事工 在华人教会 似乎是生存不下去 总是觉得 我们是二等公民 我们只是负责 替你看孩子 等你们中文崇拜 结束以后 我们再把孩子 还给你们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我再一次说 我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 族群教会 有族群教会的功能 但是 族群教会 一定要看到 我们的强 也其实 是我们的弱 而我们怎么样能够 透过英文事工 能够帮助我们 这一个族群教会 我们这两间族群教会 更多的从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 迈向 使徒行传 十一章的 十节 我们回到二十八章 我们看到保罗 在这一个使命的当中 他领受了这一个使命 不单单是要把福音 传给犹太人 也是要把福音 传给外邦人 到了罗马书第一章 你还记不记得 他怎么描述 他说 其实我都欠了 这些人的债 在罗马书的一开头 第十六节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无论是西里尼人也好 是话外人 是聪明人 是愚拙人 是犹太人 是西里尼人 其实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保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第一个 他是一个 为生使命的一个人 为生使命的一个人 但是当我们回到 第二十八章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不单单是他 为生使命 当我反复读 不单单是这几节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 这几节 我同时也从上下文 特别注意到 其实保罗在这一个 使命的当中 他是多管齐下的 他不单单是 委身在使命当中 他也是透过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途径 来完成这一个使命 单单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保罗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来传福音 若是你有自己的圣经的话 你可以跟我很快地看一下 在第二十节 我们那边读到 因此我们其实刚刚有读 他说什么呢 因此我请你们来 见面说话 若是你带着 纸本的圣经的话 你不介意在你的圣经里面 做一些的记号的话 你或许可以把这个 见面说话 把它圈了起来 见面说话 到了第二十三节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 到他的御处来 然后注意下面 他说什么 保罗就从早到晚 对他们什么 讲论这事 证明神国的 证明神国的道 以摩西和律法和先知书 以耶稣的事 劝勉他们 再往下读二十四节 他所说的话 有的信 有的不信 二十五节 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 但是在未散以前 保罗又说了一句 注意 好几个不同的形容词 动词 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 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他说等等 然后注意到第二十八节 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 二三十一节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 禁止 我算了一下 一共用了七个不同的动词 来描述保罗 在尾声这个使命当中 他传福音的做法 他用不同的方式 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无论是讲论也好 无论是证明也好 是劝诫也好 是教导也好 其实顺便提一下 整个使徒行传 若是你仔细去读的话 我没有错的话 他前前后后 其实用了四十二个不同的 这样的一种描述 来形容着保罗跟其他人 在传讲福音当中的做法 就让我思想到 其实昨天晚上我们略略的也提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信息不改变 但是我们的方法 需要有一些的变化 我们单单看保罗 我们单单看保罗 像犹太人传讲福音 跟向外邦人传讲福音 就大大的不一样 十三章 他去到了比西尼的安提亚 进到会堂里面 你去读第十三章 保罗的第一篇道 引用了旧约无数的经文 因为犹太人熟悉旧约的经文 但是到了第十七章 保罗去到了雅典的时候 站在亚略八股 我们就发现 其实他用的方法 就决然的不一样 没有引用旧约的圣经 他从当时的情况 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我们把福音 能够把它传开 所以第一 我们描述到保罗 领受了这一个使命 第二 我们描述了是一个 多管齐下的 一个方式 很快第三 我们在这边 特别在第31节 我留意到了一句话 他在这边说 放大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 其实应该也特别强调 放胆这个词 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上帝的心意 不是要我们做胆怯的人 而是要做胆量的人 我们其实昨天也特别描述了 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工作多方 但是在圣灵的喜 圣灵的降临当中 我们就看到一群 原本是胆怯的人 使徒行传第一章 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 却成为了有胆量的人 放胆 但是注意 放胆 他们的信息是什么 两个 一个就是神国的道 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 一个就是传讲 preach 一个就是teach 教导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传讲 preach 讲道以及教导 其实是今天教会 非常非常重要 服事 讲道 这几年在华省 有机会教讲道学 我跟师母也有不少机会 在不同的教会里面 去参与 去了解 我其实我不瞒大家说 我对华人教会的讲台 我就直话直说吧 其实我是蛮担忧的 我是蛮担忧 当然整个一个时代的趋势 似乎好像是越来越淡化 讲道 越来越淡化 讲道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符合圣经 我们用很多其他的东西来取代 讲道应该扮演的核心角色 这个讲道是要有系统的讲道 这个讲道是要有恩高的讲道 有力的讲道 帮助弟兄姐妹们 帮助木道的朋友 能够进入到这个信仰的里面 能够在这个信仰的里面 能够成长 今天讲道的地位 我觉得越来越被忽略 而我觉得这个只会让教会越来越没弱 我跟师母有机会 那时候还在内地会服侍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内地会的宣教师 只不过是被借给华神 被借给华神 但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2015年正好是内地会150周年 我们有机会到世界好些不同的地方参加 内地会150周年的一些庆祝 其中一站就是到德国 当地的同工也安排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 这是我一辈子 之前没有遇到的 之后也应该不会 希望不会遇到 那么请我讲道 在一个德国人的教会 我问他可以讲几分钟 他说戴牧师 你可以讲15分钟 包括翻译 我真的是不知道那一篇道是怎么讲的 我家找导会给我7分钟 我讲了15分钟 但是我总是想 德国的教会走到没落的里面 会不会就是因为 讲道的核心位置 已经被变用了 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看重讲道 但是也请大家注意 不单单是讲道 也包括教导的工作 所以不单单是在讲台上面 我们也需要有主日学 我们也需要教导弟兄和姐妹 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每一个人 应该有一个受教的心 还记不记得我昨天跟大家分享 Faith F-A-I-T-H 我们要做忠心的人 我们要做待命的人 我们要做诚信的人 我们要做受教的人 我们要做谦卑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受教的心 不是吗 他们传讲神国的道 这个词我们今天就不用时间去看了 只不过你可以注意到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 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四十天之久 耶稣跟门徒们说什么 就是说关于神国的事情 所以神国的道 是使徒行传的开始 神国的道是使徒行传的结束 但是不仅是如此 我们所教导所传讲 是主耶稣基督的事 主耶稣基督的事 他应验了预言 他的德行善事 他的实价救恩 他的复活盼望 以及他未来的审判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事 应验了旧约无数的预言 在世那三年多的时间 不是他行了多少的德行善事 医治了多少的人 除掉多少的乌归 他十字架的救恩 那个复活的盼望 那个复活的缺取 以及那未来的审判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事 这也关乎着 今天我们讲到教导的内容 其实这个对我一个传道人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每一次的讲到 有没有讲耶稣基督的事 有的时候我还达不到 那个指标 我还要努力 但是让我们的教导 让我们讲到 都是关乎神国的事 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事 祝耶稣基督的事 最后我们看到 不仅是领受这个使命 多管其下 忠于信其 我们可不可以就回到 《使徒行传》28章里头的 最后一节 最后的一个字 英文是unhindered 无所阻碍 其实保罗似乎好像 是被阻碍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他是在捆锁的当中 但是虽然他是在捆锁的当中 若是你回想到 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 他说什么呢 他在那边说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 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 然而神的道却被捆绑 所以虽然在罗马 他是被捆锁 他是被捆绑 他是被链子所捆锁 但是他深知神的道 其实没有被捆绑 若是这个例子 不太合意 就请你们原谅我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例子 其实就充分地描住 神的话是不被捆绑的 宣教师最后离开中国 应该是在1953年左右 其实包括爱慕斯 我第一天晚上特别分享 在我生命当中 极大影响的 一位退休内地会的宣教师 1953年 所有的宣教师 需要撤离中国 所有的拆绘需要离开中国 所有的宗派 也都需要离开中国 你若是去看 当时的宣教文献的话 很有意思 在那边就有人说 中国的教会没有前途 没有希望 因为宣教师都离开了 因为拆绘都离开了 教会 宗派都离开了 当然也关乎着 或许西方带给中国教会的一些 在财务上面的帮助 这些全部都被结束 都被停止 当时中国的教会 人数差不多只是在 一百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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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就预言 中国的教会会消失 当然我们关上 好多年 其实消息非常非常的稀少 不知道中国的教会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特别经过了五零年代 经过了那十年十年多 文化大革命 对于教会 对于基督徒 带来的冲击 带来的破坏 带来的逼迫 无数的基督徒 就被斗死 无数的基督徒 就是在捆锁的当中 80年代 中国开放 我们很快地就得知 中国的教会 不单单是没有 人数减少 到消失 中国教会基督徒的人数 反倒倍增 你说戴牧师 今天中国有几个基督徒 只有上帝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但是我想 最最保守的数字 告诉我们 今天在中国的基督徒 应该有超过七千 甚至八千 有人还说 有一亿多个基督徒 在中国 一百万 咱们就说 八千万吧 而在这当中 其实不是天色常蓝 花香常脈 一帆风盛 在捆锁 在捆绑的当中 但是神的话 是无所 除外的 神在建立他的教会 但是我可不可以很快地 就回到这一句话 因为我想不单单是 见证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无所阻碍 其实给我的另外一个信息就是 其实你我正好在写 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九章 我们正在写 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九章 不晓得写得如何 但愿所描述的就是我们领受 卫生在这个使命当中 但愿所描述的 使得我们多管齐下的 把福音传开 所描述的 所描述的就是我们终于信息 神国的道 主耶稣基督的事 让使徒行传 第十九二十九章 的确就让我们能够finish 完成那未尽的使命 to finish the unfinished task 完成那未尽的使命 我们一起低头 祷告天父谢谢你 不单单是为早上的时间 见上感谢 天父我们为着这三年 这三天的时间 感谢主 主啊我们第一天的祷告 就是这三天有永恒的价值 这三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或多或少 我们有所不一样 谢谢主 让我跟师母有机会 在这里的服侍 也特别在这边祝福 我们两间的教会 谢谢主 让我们能够放下 我们自己的这一种 地盘的这样的一种念头 我们能够连结 三井城的教会 三一的教会 感谢主 也透过这样的连结 主啊我们两个教会 不单单是或许在退休会 能够有一些的配搭合作 我们更加的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我们能够一起通心可以的来信 但是无论如何天父上帝 我求主你祝福这两间教会 加倍地使用这两间教会 在你把我们所设立的这一块土地上面 主啊 让我们忠于你给我们的托福 不单单是把福音传给我们骨肉之情 也让我们主啊不忘记 神的心意 是要万民得挺主耶稣基督的福 无论从近处 在近处也好 或在远方 求主自己保守和带领祝福 谢谢主 垂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